K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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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轩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嗯...也是算很久沒有拍的系列 就是穿搭 但是這一次的穿搭呢 我會針對就是 球鞋或是運動鞋的部分 去講解 為什麼要這樣子打 因為很多女生 其實都不太敢用 就是運動鞋啊 跑步鞋啊還有球鞋之類的鞋子 去穿搭衣服 就是很常會出現那種 一般的小白鞋或是 涼鞋或是一些娃娃鞋 等等就是比較女生的 靴子啊那種 女生的鞋子在我的觀念裡面 我覺得 女生其實穿這種帥帥的運動鞋 球鞋搭配更女生的衣服 其實更好看 因為可以展現你更多不一樣的自信 或是不一樣的態度 應該知道我是一個 球鞋控或是運動鞋控 我鞋櫃基本上 要說女生的鞋子 或是那種跟鞋什麼的 應該 五根手指頭數得出來 或十根手指頭數得出來 所以這支影片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關於這樣子的鞋子 可以做怎麼樣的搭配 那這支影片裡面的衣服呢 都是queenshop 我會選擇用這個品牌的衣服 是因為我覺得它是屬於比較平價 也是台灣的原創品牌 又是大學生或是小隻女孩 可以簡單入手好搭配的 而且因為我以前很愛買嘛 那我最近在去看的時候發現 很多衣服其實都是很簡單白搭的 主要是想要讓大家 能夠從簡單的衣服裡面 搭配出不一樣的風格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正題 直接看我們接下來的穿搭吧 這一雙鞋子呢 它是airmas 2090 那這一雙呢 其實是因為airmas 90 今年是30週年 然後在今年2020年 他們推出的這一雙 雖然看起來是整雙是偏白色 但它其實有用很多不同的不透明材質 去做顏色的延伸 通常我會搭配這種 比較運動性 比較率性的鞋子 我會由它鞋子上面的顏色做區分 整體來講 它其實白色面積佔居多 最保險的就是你用它是上面的顏色 你可以用藍色 也可以選擇用這種橘紅色 或是黑色跟白色 它從這幾個顏色下手應該都不太會有問題 那我這一次呢 就是用白色來做搭配 我選擇用一個拼可愛風的白色洋裝做搭配 裙子的下擺細節是重點 利用綁帶跟抽繩的設計 呈現一種微燈籠的感覺 還蠻可愛的 搭配這雙鞋也無為何感 我要先從顏色簡單或是比較好搭配的來做分享 後面的鞋子可能會越來越難 顏色可能越來越豐富 這雙就是Nike跟StewC聯名的 這雙應該大家都蠻多人看過了吧 然後這雙被蒲氏菌穿過之後好像變得更紅了 我很喜歡這一雙是因為它的材質其實很特別 編織設計的 那這一雙呢它的顏色是屬於比較米白色米黃色 基本上這種比較偏向基本色的 很多都可以做搭配 這一雙我在inservi上面搭配過很多 關於像這種米白色或是卡其色的 你們不要看它雖然說它外型看起來很運動啊 就是這樣子 穿起來其實很怪 真的不會奇怪 真的不會奇怪 我說真的不會奇怪 那我這一次的搭配呢 就是搭配牛仔褲跟白色衣服 最近真的很流行這種法式公主泡泡秀的上衣 搭配帥氣的大寬褲也把整個比例拉長了 再配上這個白搭色又運動感的鞋款 是不是有種可愛又帥氣的感覺呢 這一雙呢其實在之前影片也有出現過 那我也很常穿這一雙來做搭配 它是Nike跟Tranjo保尼的聯名 然後這一雙其實它的外型 說實在的這個外型 我真的覺得一般很少人敢駕馭 這個鏈條是可以做材料 可是如果你其實單看沒有鏈條的話 很明顯就是一雙就是運動鞋 但是因為其實它基本配色是白色 你們想一下如果像這種基本配色 你只是把平常穿的那種平地小白鞋 換成這種鞋子 真的感覺起來就不太一樣 可是我很常穿這一雙來搭配一些 比較文青一點的衣服 變得就是上半身穿比較氣質 可是又搭了一雙比較帥性一點的白色運動鞋 就會把你那個個性的氣勢拿出來 這雙鞋雖然運動 但是配上這個文青少女感的衣服 又讓整體更多樣化了 這一雙 這一雙巴黎試駕鞋子應該很少女生敢駕馭 它的型非常的特別 就是遠看就是一雙男生會穿的鞋子 男生也不一定會穿 因為它的型真的太特別 但是我當初看到這雙鞋子的時候 我也覺得 是不是超難搭配的 我會選擇這雙或選擇這個配色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LISA LISA之前有把這雙的穿搭穿得很好看 真的蠻好看的 然後我想說那我也來試試看好了 我就決定選了一個比較黑白灰色系的 讓我比較簡單好搭配 黑白灰色系呢不要看它 雖然它的設計是比較偏複雜或是比較厚重 比較中性的鞋款 對它鞋子上面的顏色去做搭配延伸 其實基本上不會出太大的錯 本體穿搭是屬於暗黑感的少女風 搭配這雙過於帥氣的鞋子 剛好把這個風格中和了 配上余夫帽又有一種不失高雅的帥氣感 JORDAN鞋呢其實很多女生也會穿 可是大部分女生呢 穿這個都是用一件式的衣服來做搭配 可能只有單穿一件衣服 然後直接露腿配這個鞋子 我其實平常穿這個鞋子的時候呢 會穿一些睡花裙子來做搭配 不要小看這個睡花裙 搭配球鞋一樣也很可以 把夏天甜甜的氛圍跟帥氣結合了呢 再來也是一雙JORDAN鞋 這一雙呢雖然它是跟TRAVIS GOD聯名的鞋子 可是它的鞋款算是更少女生敢去駕馭的鞋款 跟剛剛那雙相較起來 它又沒有這麼好搭配了 從你們的鞋子上面的顏色去找搭配的衣服 其實是最簡單最不會出錯的 基本上我穿這雙呢 我就會搭配土色大地色或者是綠色 最不會出錯的就是綠色 因為它大面積出現就是綠色 綠色算是我很愛的顏色 整體是屬於帥性休閒的風格 再搭配一個包包頭 也把可愛的元素加入其中 讓這全身的帥氣不要這麼的凸顯 這感覺真的剛剛好 這個夠繽紛了吧 這個繽紛的鞋款 小凱跟Nike的這個LD1-4 它雖然外型是非常好看的 穿起來真的很修腿型 可是我選的這雙配色 它真的比較怪一點 它是用一些比較微對比色 這種粉色啊 然後配綠色又黃色 有這種很跳很跳的顏色 我當初其實覺得這雙應該會超級難搭配 但就是還是針對上面顏色去做搭配的穿搭靈感來源 因為它是繽紛 可是你穿了一些比較灰階色系的衣服 反而會顯得這雙鞋子是重點 我近期就會拿它來配一些紅色系 或是粉色系的衣服 這件魚尾裙有點可愛也有點文青 不過再配上這雙繽紛的鞋子 完全把這股甜甜的歡樂感展現得出來 從鞋子的顏色去做搭配 絕對沒有錯的 接下來最後一雙就是 形狀有夠古怪的 Nike跟Offer的聯名款 可是你不要看它鞋子 雖然很多這種繁瑣的設計 還有它鞋子的材質 也是屬於比較特別的 像這種比較特殊款式的鞋子 有這麼繽紛的鞋子 要怎麼搭 沒有錯 沒有錯 就是搭黑白灰 但是如果像這種鞋子 它的是藍色面積佔比較多的 其實你搭全身牛仔的話也蠻好看的 但它有出現黃色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我的靈感來源 我可能就是 牛仔配白色 或是牛仔配黃色衣服 都OK 就是穿起來都會蠻好看的 像這麼繽紛顏色的鞋子 就一定要搭配最簡單 最樸素的衣服囉 才能凸顯鞋子的美 尤其是回階色系 更能凸顯這雙鞋子的特色 也不會讓整體過於滑巧 好啦 看完剛剛的穿搭 你們最喜歡哪一套 OK 不用回答我 我覺得我每一套都很喜歡 廢話 我自己搭配了 我當然喜歡啦 這幾套的風格 其實我覺得 算是都蠻不一樣的 有蠻接近夏天的 有文青的各種風格都有 但是 我其實 還是有幾件特別喜歡的 我超喜歡這一件白色洋裝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這個白色洋裝 穿起來真的蠻少女的 它其實會讓你的少女心十足 真的會變得更有氣質 而且這一件的裙白 有這種小小的設計 你可以自己去拉 然後它還四邊都有 就是前後都有這種 拉起來之後 超好看 會變得有點燈籠的感覺 我本來想說看這件單 看這件覺得 好像還好 穿上去的時候 真的很好看 這一件是我覺得 必入手的一件 因為它還有黑色 只是我選擇白色 因為我覺得夏天 穿白色系 會更嫌棄一點 會更少女一點 再來呢 我一定要推款 白色的衣服 就是這一件 其實這個版型的衣服 算是最近蠻流行的 因為比較偏 法式公主風的衣服 那下面其實就是這種花苞的感覺 穿起來 我當初看到的時候 我也沒有想過 穿起來這麼好看 而且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一樣是黑色的 再來呢 第三名 第三名其實有點算是黑嘛 這一套呢 原本是我覺得 它不就是一般的 全身都是一整套 顏色的那種搭配 簡單的搭配而已 所以當初我選這套的時候 我只覺得 它是一個白搭款 所以我可以嘗試看看 然後也是大家比較能夠接受的 我會把它排在第三名的原因 是因為 它 真的太舒服了 我想說 這麼這種 這麼熱的天氣 為什麼要選一個長袖 當第三名 我跟大家說 它穿起來真的不像長袖 真的像暖袖 因為 它的材質是那種 很薄透的 真的很薄透 然後又有彈性 我這幾天 我有在大熱天的時候穿它 我穿它沒有流汗 我被這個嚇到 我是因為被它的材質給嚇到 這一套 我真的覺得蠻值得入手的 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是黑色 好啦 基本上我的排行榜差不多到這邊 這一次 我有挑一個我超級喜歡的 就是背心系列 背心系列 我身上這一款 其實也是 我擋作 但是我跟你說 我身上這一款 我覺得超級無敵棒 它後面呢 是這種 雖然這件背心 沒有出現在我這支影片的穿搭裡面 可是我想要特別分享 原因是因為 我這幾件背心 有在去花蓮的時候拍穿搭 然後有發在instagram上 太多人問我說 背心是去哪裡買的 因為我覺得這款背心 它其實有提胸的效果 讓你的上胸不會有太空空的感覺 我有點後悔只有選一個顏色 就是我覺得它是可以飽色的 真的 這個背心呢 它是屬於比較V的 它又更露一點 可是它也不會說 讓你肉到就是太露 就是它還是有它的保守性在 它也不用穿內衣 它裡面的襯墊呢 是下面比較厚 上面比較薄 所以它也會有提胸的效果 我覺得這家品牌衣服滿多 材質都滿好的 然後它的版型 有些設計也都還滿不錯的 有空的話大家可以去逛一下 然後我也會把這一次 我選的商品連結貼在下方 跟你們分享 我自己是覺得很多女生是被那個 外在的 大家給運動鞋 或者球鞋的規範給框住了 很多人都會覺得 應該就是只能這樣穿吧 但是其實我原本也是這樣想 我去嘗試之後我就會發現 像我剛剛很多女生 女性一點或少女一點的衣服 再搭配球鞋 是不是看起來不很奇怪 所以我很想要跟大家講 不要害怕 就是這雙手節看起來很難搭配 或是太過運動了 不好搭配 我跟你講真的是你買回家 你去嘗試 你就知道 不一樣 那個感覺真的不一樣 好啦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這就是我平常有時候 如果想不到穿搭的時候 會從鞋子去做發想的原因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就按讚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加開小鈴鐺 掰掰 希望大家多多嘗試囉 掰掰